我就不明白了 他俩明明做的是好事 怎么反被人利用 还伤了罪名 小人听说 本来都把五少主宅住去了 可一定主上要治咱们少主的罪 这五少主一着急 就说事情都是自己做的 真不知道后来会有什么结果 上官 你先回家 给单川主写不信 让他千万不要上书求情 鉴悦这事 最是犯了忌讳 再以外传说相 更是容易让人抓住把柄 还是先摸清楚 事情始末才好 事务定文 若是网自揣测 只会自寻烦恼 你放心 我和原因会设法进攻 求何夫人和陈夫人帮忙的 多谢你了 会好的 但 还不叝了 其实 我应该是 要求他 我应该是 现在 是 我 我 你 这么ен 一 二 二 六少主 主上啊 本就不想把您关起来的 眼下把您放出来了 这样一会儿就服个软 这事就过去了 主上 作何决定 主上 五少主应该是难逃择罚了 六少主 您可要顾全自身啊 参见主上 知错了吗 陈渝举奉行 先斩后坐 另一暗律处理 主上若是有废话 我绝无原因 您 但父亲能不能放了五个 这事与他无关 认罪 但不知错 你是觉得自己这样颇有气节 还想撤清老五 还想撤清老五 他知不知情 固很清楚 这是你们讲兄弟义气的时候吗 五哥他做不了初 所有决断都是我一人错的 方向的人是我 那说烦的应该也是我呀 为何要让五哥顶罪 难道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我比他有利用价值吗 住口 你是 就这么想自己的父亲 顾客真是待你不薄 你可知这短短半日 腾河的褶子 像血片一样搜入宫中 老五已经亲口承认 是他自己所为 他还是单纯的女婿 说与此事无赦 这满朝文武谁能相信 可我逆他呀 就是我 不是他 你是在 逼迫宫吗 逼迫宫吗 老四你又输了 二哥怕是要把我下个月的丰路 也收入囊中了 那现在就给你个机会 让你把以前的丰路 全都再引回去 那二哥 这次想读点什么 就读老六吧 看他能苟延残喘 到几时 你还要是 还需要我 吗 你还要是不 你这脾气真实 主上能否对五个 从轻发了我 主上怎么想 其实小人敢揣测的 主上只是让小人 将少主带去片殿通过 那麻烦主管 帮我带句话给主上了 欲拙成妻 他以此为妻 不以为人 冒合身离 重其去之 主上 六少主 实在不该说这样的话 主上想用他记一记敌掌处 这也是为兄弟者分内的 他呀 就是担心五少主 有点儿昏了头 他一遭便知 姑用他压着老二 自愿为姑的贱人 如今却又说 姑把儿子们都当成工具 迟早儿子也要舍弃姑 主上 六少主他只是 行啦 他现在是脑热 为了一点情意 分寸都顾不上了 是 主上 那五少主 会如何处置呀 这李斯 又送了好些弹劾折子 终归要有个交代 剑阅的罪行 老六万万担不起 可老五 李斯 有些人 有些人 嗯 不得了